欢迎您继续收听长篇惊悚悬疑小说 风水鬼师 作者冷残河 演播丸子 第七十四集 老胡感动的连向我们嗑了几个响头 我真受不了老胡这一套 求你的时候 他是孙子 你在他守心的时候 他就是阳王爷 什么事不要脸 他就能做出什么事来 我们同学都讨厌他 可话说回来 老胡只是人品有点差 但罪不至死 他遇到这种事情 恐怕早已经遭遇到了世界上大多数的痛苦 该受的惩罚都受过了 我也没有权利来嘲笑他 毕竟 后来老胡帮了我不少忙 我却没有实质性的给他提供任何帮助 想起来我就有些内疚啊 看到老胡 我就想起赵家大公子也是配了英婚的 我们在明飞古墓里见过赵司令 他孙子和曾孙子 就是没见到他大儿子 这可奇怪了 难道说他大儿子也没逃脱师化回去的宿命 已经尸骨无存了 化成了一碰黄土了 我躲在沙发里 宁神苦思 老胡拉着老曾的手 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哭诉 这些天来呀 他的凄惨遭遇 随着师班一块块的增多 他先跟妻子离了婚 又向学校请了长期病假 整天一个人窝在家里 可窝在家里也不是办法 他们住的是学校临时安置的教职工宿舍 附近住的都是邻居熟人 彼此啊 抬头不见低头见的 老胡再窝家里 也总要出门买菜做饭吧 不管他怎么小心翼翼 有几次啊 都差点被同事看出破绽 于是 老胡再也不敢住学校 只好来找他朋友里 唯一觉得仗义的老曾 老曾安慰了老胡一会儿 就提着菜篮子出门买菜去了 老胡跟我相对而坐 外面夕阳的光芒照射进来 衬托的老胡满脸的师班 格外明显 老胡的表情绝望又猙獰 见我不敢看他的脸 他识趣的 拿花头巾又把自己包了起来 我赶忙解释说 胡老师 其实我不是那个意思 天气这么热 咱们在家里不搞这一套 老胡叹气说呀 唉 你别安慰我了 我知道自己是个什么样子 别说是你 就是我自己照镜子 都会被自己给恶心吐了 你说我现在有多臭啊 我俩坐在沙发上 相对无言 我给老胡倒了 我给老胡倒了杯茶 老胡一口喝干 说道 小天哪 我跟你说件事情 你可一定得给我保密啊 千万别说出去 我点了点头 盯着老胡浑浊的眼睛 等他的下文 老胡楠楠说 其实几天前 赵家大公子找过我 跟我谈了很久 我心里一颤啊 正琢磨着赵家大公子呢 就有大公子的消息了 我在明飞古墓里 没见到大公子 以为这人已经失化死了 想不到他竟然还活着 从时间上来推算 他跟我爷爷是一辈的人 怕是已经有七八十岁的高龄了 我又想到赵司令的孙子 赵一平的爹 暗想着赵家大公子配明婚的时候 他还没有子嗣啊 别说赵一平是大公子的后代了 那就更惊悚了 这尸体还能生孩子 这可要改写整个医学理论体系了 我问老胡说 大公子找你做什么 老胡吐了口吐吗 说道 我以前从没见过赵家大公子 这次还是第一次见他 这按理说 他已经是花甲老头了 没想到 他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 还是二十多岁的平平公子 这人一点都没老 我还特意观察过 他身上有没有尸斑 不但没尸斑 他浑身细皮嫩肉的 跟女人似的 没有一丝瑕刺 大公子说 只要我跟了他 他就能让我像他一样 不止不会诗话回去 还能不再变老 我心里胡疑 反问老胡说 这么好的条件 你为什么不答应他 我要是你 我就毫不犹豫 我心想 以老胡这种唯利是图的性格 有这么好的事 他跪下给人磕头都愿意 也不会现在还带着一身 尸斑可怜兮兮的流落在老曾家 老胡咬咬牙 好像鼓起了很大的勇气似的说 他 他给我的条件是 让我削掉自己的脸 再给我戴上一只 非常奇怪的青铜龟面具 那面具邪性的很 我拿在手上就冻得浑身发抖 更别说戴上了 要真戴上 还不把我给冻死 我听得心脏都要跳出来 青铜龟面的故事 老曾刚跟我说过 自他在省城的邻居 大友一家三口死在江面上后 这青铜龟面呢 就彻底失踪了 这么离奇的东西 怎么又出现在了赵家大公子手里呢 他找老胡做青铜龟面的 下一个拥有者又是出于什么目的 我看了一眼老胡 夕阳已经沉下山去 客厅里 此刻变得无比的阴暗 我看着老胡的眼睛 他的目光恐惧而呆滞 我问老胡 你没答应赵家大公子的要求 他就这么走了 老胡说 他走的时候很生气 警告我说只给我这一次机会 错过了就没有下次了 很快我就会浑身失斑 魂魄一点点飘散掉 体内的生气也会跟着散去 甚至走在路上都很有可能立刻死去 变成一具臭事 大公子说的没错 诗话的最后结局 就是这样凄惨的死去 看到老胡现在这副样子 我真替他惋惜啊 早知道是这样 他何必要花这几十年的时间 去过着生不如死的日子 这种日子才熬过去 又遭到逆向湿化回去 由一个活生生的人 重新变成一具又臭又硬的尸体 死状比几十年前可惨多了 这就是天道啊 就算有些阴阳数数高人 仗着自己一生贯穿阴阳的本领 逆天而行 试图扭转天地之间的规律 最终还是要被规律给制导 沦为天谴的牺牲品 老胡就是这种邪术的牺牲品典型 老胡说呀 我姓胡的是贪生罢死 可我受不了赵家人削掉我的脸 给我换上另外一张冰冷的脸孔 那样我会生不如死 这些日子我也算想清楚了 生死有定数 就算你强要逆天而为 终究会落得个自食恶果的下场 我爹当年就是想不明白这件事 才不远千里把我的尸体带到寄城 用邪术将我还扬 我是活了过来 可是这几十年 生不如死的日子 我受够了 我不想再受这种折磨了 听了老胡的这番话 再看他窝在沙发里 生不如死的样子 我明白 他真的醒悟过来了 有些东西就是有定数的 万不可逆天而为 老曾买菜回来 给我们做了一顿特别美味的晚餐 我们三人都食不知味 好好的东西吃在嘴里 那都是麻木的 晚上三人聊了一会儿天 我觉得很困 回房间睡觉去 老曾和老胡 还是有一句没一句的聊着 老曾在厨房的时候 我偷偷的溜进去 告诉他老胡遇到大公子的事 特别提到那只青铜龟面 这东西并没有失踪 他已经流落到赵家大公子的手里 我不明白大公子 要给老胡戴上那种面具做什么 还要残忍的割掉自己的脸 我想 难道大公子 在修炼一种特殊的邪术 非要用青铜鬼面 照在诗化人身上 老曾很同情老胡的遭遇 让我别没事再接他的伤疤了 大家呀 就当没这个事 该吃吃该喝喝 反正他也没多少日子 让他走的时候心里舒服一点 我躺回床上 担心那黑影又要半夜出来吓唬我 便翻出了李半仙送我的半卷参书 找出各种驱邪避鬼的办法 做了许多道防火墙 完成这些工作之后啊 我心想着 这半卷奇书是李半仙一生所学的精髓 我用了里面那么多道驱鬼奇法 难道还制不住你这邪恶 布置好这些之后啊 我枕着罗盘就睡了过去 门外依稀是老曾老胡两人低语的声音 我内心觉得异常安全 就在他们低沉细微的话语中 我很快进入梦乡 发出了憨声 就这么睡了很久 我做了无数个噩梦 被噩梦吓醒的时候啊 我抬眼朝房门外望去 发现外面的灯已经灭了 现在啊 想必已经是后半夜了 老胡和老曾都睡觉去了 我换了个姿势 准备接着睡 就看到房间里多了个影子 只不过啊 这回不是黑影 而是白的 我以为是昨晚那黑影 心里火大 冲了影子吼道 你他妈有完没完 我又不认识你 更没去过寒风寺 你整天缠着我干嘛 有意思吗 那白影扑哧一声笑了 说道 你这傻小子 真是越来越傻了 连师父都认不出来 真是孽徒 我听着白影说话 我听着白影说话 才知道原来是我师父李半仙来了 这货呀 整天神神秘秘的 这大半夜的差点没把我给吓死 李半仙一身白袍 风流倜傥的走过来 坐在我床边上 说道 你这傻小子 最近可干了不少大事啊 我都听说了 你是看着怂 真做起事来 就长了一颗老虎胆 什么事情 不问青红皂白都敢干 我心想啊 李半仙只是叫半仙而已 充其量也就是只鬼 他又没跟着我 哪里能知道我都干了些什么 分明是在吹牛 我就访问李半仙 他都知道我干了什么 李半仙假装生气说 哼 收起你的画画肠子 想套你是否 没闷 我这回来可是提醒你 你把事情闹大了 现在处境很危险呢 你一直想追查的一些线索 也别查了 有不少人已经注意到了你 你随时啊 都可能有生命危险 另外 你还记得 我从黑白无常手里 把你夺过来的时候吗 我当时答应帮他们 找个特别的人 你现在查的线索里 就有一条跟他有关 这东西 不是你能惹得起的 连我都怕 你自己好自为之 好好休息数数 总有成长的一天 这闲事管多了 就容易出事 你记住了吗 我心里有气啊 李半仙说话 总是说半截 留半截 到底是谁注意我了 他要替黑白无常找的东西 究竟是什么 他就不能说明白吗 非要搞得神秘兮兮的 掉上胃口 李半仙敲了一下我的脑袋 说道 你还别怪我不告诉你详细情况 有些事情点到就行 说多了就是泄露天际 你自己好自为之吧 一定要管好自己 别以为开了天眼能忘记 通晓一些风水格局 就自以为是了 风水阴阳术的江湖 博大精深 什么厉害人物都有 一不小心得罪了人 就会害了自己终身 你一定要记住了 李半仙说完话 就消失不见了 我心里郁闷 李半仙说了半天 都是废话 到底是什么人注意我了 不就是赵家那帮人吗 我跟赵家在明飞古墓里交过手 他们是厉害 我还不是安全逃脱了 也没他们说的那么恐怖吗 太威严耸听了 李半仙提到的 我在追查的一条线索 涉及到他当日 为救我跟黑白无常定下的契约 我亲口听他说 要在三个月内 帮无常找到那个人 现在距离三个月 已经十日不多了 李半仙居然说 那人竟然跟我追查的人有关 我想来想去啊 目前在查的一个是赵家复杂可怕的过去 张磊磊的绅士之谜 以及明飞古墓里失踪的那具同事 前两者都跟李半仙难有交集 倒是那具几百年前的明朝永福公主的尸体 这难道就是李半仙要找的东西 我想想觉得不对劲啊 人都死了几百年了 魂魄早就让无常给勾去了 埋在墓穴里的 不过是一具枯骨 这无常鬼找枯骨做什么的 这些问题想的我是心情烦躁 就给张磊磊打了个电话 想起来啊 已经很久没见到他了 这段时间一直莫名其妙的奔波 太过惊险和紧促的生活 让我忘记了失去张磊磊的痛苦 现在夜深人静了 回想起跟他的点点滴滴 心里一阵苦涩 语音提示 张磊磊的手机已经是空号 我内心一阵失落 失去张磊磊的绝望感觉 格外的强烈 我将手机扔到床上 拉开窗户 夜幕下的寄成凉风袭袭 吹得我心头越发冰冷 窗下的路灯散发出黄而微弱的光芒 突然 我听到全面一排大树下 传来有人走路的声音 那声音不大 在这空旷安静的夜里 却显得无比的清晰 我带着一种渴望的心情 等待着树下的人一点点的走近 当他走出枝叶笼罩范围的时候 我看到一个修成的黑影出现在路灯下面 她是个女人 一头的长发垂到了腰部以下 穿一件黑色的罩裙 走路的时候 步伐缓慢 脚步声却特别清晰 她一直走到窗户下面 发现我似的停下来 我心里坠坠难安 生怕有人说我偷窥 可我又想 你一个女孩子 大半夜的在我家窗外走路 我看两眼也不算什么 看着姑娘长发 瀑布一样垂下来 我突然对她的身影 有一种异常熟悉的感觉 我想来想去 没想起来 在哪里见过这种背影 正犯愁呢 就看到黑衣女人 抬头朝我这边看来 我内心一阵激动 迎面看过去的时候 赫然发现那女人并没有脸 只有半边血肉模糊的东西 血肉中间呢 有块很大的血槽 想必那就是嘴巴了 我吓得赶紧拉上窗户 一屁股坐在沙发上 胆子都麻了 我活到这么大年纪 还从没见过这么血腥恐怖的场面 在床上坐了半天 才冷静下来 我再次朝外面望去的时候 发现路灯下静悄悄的 连个鬼影子都没有 我顿时就懵了 各位听友 作者 冷残河 波音 丸子 更多精彩有声书 黄饰